七奴端洗澡水求婚三次 影后被宠上天人头吃嫩地 16岁就拿下金马最佳女主角的 最嫩影后李小璐红杏出墙 呃被执集于小他快一轮 中国有嘻哈手机的冠军 PG1共度春宵 他的中国演员老公贾乃亮 过往还与PG1互称兄弟 如今却成为被戴绿帽的悲情人夫 你会被哪一位美女经常流眼泪呢 肯定是小璐 也是啦 毕竟这段恋情从一开始 就让男方爱得好卑微 他曾在节目透露当初苦追女方一年才成功 求婚桥段更足足上演了三次啊 今天晚上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今天晚上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是我一生中最细则的事 我会 我会 保护你 更叫对方继续跪着等他对现场观众说完感想 两人虽然在2012年成婚 不过南方人在2013年与2015年再度求婚 回忆两人的幸福回忆外更封上了大转戒 不只对外为老婆做作了面子 贾乃亮在家里也是欺奴状态 诚说看到李小璐累了就断洗脚水给他放松 担心他做饭手会变出操也不让他下厨 听到他喜欢耳洞冒着耳朵化膿的危险 打了10个耳洞只为逃女方欢心 而李小璐谈到为何会选择贾乃亮说的理由尽是 我妈妈妈妈很喜欢他 可怜的贾乃亮里头发光 做主苦工仍留不住太太的心啊 娱乐董新闻 太惨了帮贾乃亮去Q报导